我跟他说明年就一起来 然后刚讲完没多久 他就跟妈妈讲电话之后就出事了 网球国手谢震鹏 面容憔悴表情凝重 才刚从法国比赛归国 再见到女友敬已是冰冷遗体 回忆起女友的好 他忍不住哽咽 他自己会赚钱 他自己会就是花几块钱陪我出去 那我还蛮感谢的 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 他都24小时连接我 那现在最后的时间 那就尽量陪着他 家属举办告别式 场面哀妻 张妈妈哭到全身瘫软 情绪溃体 女儿正值青春年华 却香消玉允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 实在难以承受 而张姓女大生生前活泼开朗 人缘极佳 告别式当天 上百名亲友都来送他最后一程 而赵氏的公车驾驶 也来到会场致意 张爸爸说 虽然一场车祸带走挚爱的女儿 但对赵氏司机 他选择原谅 有有有来道歉 那部分我们历史在处理 会对意原谅他 就他有成功的意义 会 张姓女大生不幸命丧轮下 而事发现场的号制 也从闪黄灯变为三色号制 不过家属依旧悲痛万分 感叹命运捉弄 他们会永远怀念 心目中最爱笑的天使 记者夏军城陈玉璇台北报道 谢谢你